词曲 李宗盛 嘿 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 你现在听到的是苏伯特所创作的魔王 他是艺术歌曲史上的矿式剧作 他让我们见识到了作曲家如何用音乐速说一个故事 并且让这个故事变得超级精彩 魔王是德国大文豪哥德所创作的一首叙事诗 除了苏伯特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作曲家都为这首诗谱过曲 在上一部影片里我们就听了其他两位作曲家 勒韦以及贝多芬所写的版本 虽然这两个版本比较不有名 但他们都各自有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赶快点击右上角回去回顾吧 在听过这两个比较没有那么有名的版本之后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听听苏伯特这个最有名的版本了 我们要来探讨为什么他是现在最有名的版本 究竟是因为苏伯特本人的名气所致呢 还是他真的有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在开始之前 我们再次快速回顾一下魔王的背景资讯 这首诗里面总共有四个角色 分别是旁白 父亲 儿子 还有魔王 诗的大纲是这样的 首先旁白交代故事的背景 一位父亲骑着马在夜里奔驰 手中抱着身负重病的儿子 似乎是要赶着前往某个地方 在赶路的过程中 魔王在冥冥之中不断的对儿子说话 他用各种甜言蜜语试图诱惑他 意图把他带走 儿子吓都吓坏了 他不断的跟父亲哀嚎 说他看到魔王在跟他说话 好可怕呀 父亲则试图安抚他 说 没事 你看错了 那只是你的错觉而已 根本就没有什么魔王 最后 经过一阵奔波之后 旁白告诉我们 当他们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时 父亲却发现儿子已经在他的怀中断气了 在上一部影片里 我们分别介绍了 乐伟以及贝多芬如何创造故事的氛围 角色间的对话 以及如何凸显最后儿子的死亡 乐伟的版本气氛是比较神秘的 最后儿子的死亡更是有很强烈的和声凸显其张力 贝多芬则是走比较粗野的氛围 最后儿子的死亡则是平铺直绪 充满了无奈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舒伯特又会怎么叙述这个故事呢 我们马上来听听看 今天我们要听的版本是由女高音Marta Fox所演唱的 其实魔王里面的角色都是男性 应该要由男性的声音来唱会最到位 但很可惜我找到好的男生的录音都有版权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录音虽然是女生 但同样很精彩 而且版权已经失效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点不一样的口味吧 这首歌以一个万马奔腾的气势开始 这个钢琴伴奏的音型非常有名 在演奏技术上它是出了名的困难 顺带一提以防有人看不懂这个技朴法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 如果你看到一个音符上面被画了一条粗粗的线 那就是要他像前面一样以八分音符三连音重复弹奏 所以听起来其实就是从头到尾都一直 的重复音 这个快速又强烈的重复八度音 一般人只要弹一个小节大概手就会抽筋了吧 但在这首歌里面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以外 这个重复音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停下来过 对钢琴家的肌肉耐力是一个残酷的考验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困难 让听者更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气势 这个重复八度音很明显就是在模仿马在奔跑时的马提升 但他的功能可不止如此而已 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仿车旁的蛤蜊青一样 他具有双重描绘的功能 除了描绘奔驰的马提升以外 也描绘出了马背上的人物的心境 那种急迫希望赶快抵达目的地的焦躁心情 我们把它听下去 首先我们听到旁白交代故事的背景 他的台词从鼠和弦上开始 让你有一种故事已经如火如荼正在进行中 我们只是从中读开始述说这个故事的感觉 接着我们可以听到父子间的对话 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两个角色的旋律有什么不同 以及他们是怎么连贯在一起的 首先是父亲关心他的儿子 儿子回答他 父亲安慰他 听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舒伯特跟贝多芬一样用英语来区分父亲跟儿子的声音 父亲的声音比较低层 儿子的声音只是比较高 但虽然有这些区分这些不同的台词听起来 仍像是一个连贯的旋律线 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发展 让你有一种一直想要把它听下去的感觉 而舒伯特的和声运用也非常细致 当儿子在表达他看到魔王的恐惧时 舒伯特安插了很多不安定的和弦 像是这个-7和弦 而当父亲安慰儿子的时候 低音的bass完全消失 只剩下右手的重复八度音悬空在那里 因为没有bass 我们听不出这里的和声是什么 知道他解释那只是 雾气的这个字识 低音的bass的降C这个音才终于出现 让我们听到了一个安定又完整的降B大三和弦 这个低音的出现仿佛像是一个定心丸一样 让我们心中的不安暂时放了下来 这个安定的和弦之后摇上一遍 变成了魔王的甜言蜜语 你注意听听看这里的钢琴伴奏 他从之前激烈的马蹄声 变成了像是跳舞的节奏一般轻巧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魔王正在嬉皮笑脸的调戏儿子 儿子求救 父亲安慰他 刚刚这一段儿子的呐喊 My water, my water 我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是英文的my father my father 我每次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究竟是如何天才的作曲家才能把这种绝望的哭喊描绘得这么生动啊 他毫无缝隙的接在前面魔王的诱惑言语之后 就好像是儿子本来惊悚的看着魔王 最后崩溃了赶快转头过来跟父亲求救一样 我们虽然只有听到音乐 但这些画面却简直就像是在你眼前发声一样历历在目 而和声更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就透过半音阶转到了另外一个调 我们再听一次这段对话 父亲的安慰再次接到另外一个安定的和弦上 父亲的安慰再次接到另外一个安定的和弦上 然后毫无意外的这个安定的和弦又变成了魔王的诱惑 这次比刚刚又更加嬉皮笑脸 这一道和弦上的原本 也是 discour是指�y尼沙尔的发声 让你留心的这些声 但如果终于电阻尼沙尔的外星 人像是尼沙尔的这个安定的惠 你们诚会做到夜量的离 这一次父亲的安慰并没有接到安定的大三和弦了 或许连他自己都开始恐惧了 接下来魔王的第三次出现发生在很奇怪的调区上 而且这一次他直接威胁儿子 儿子最后一次向父亲求救 这一次事情真的大调了 音乐达到最激烈的高潮 接着旁白开始交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听了这样子的音乐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一整段的和声跟伴奏都写的超级无敌厉害 他创造了非常强的画面感 在父亲最后快马加鞭的那段高潮之后 当歌词讲到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 钢琴伴奏借由上行半音阶达到一个全新的和声 一个拿破里和弦 因为他的声响非常特别 要记得这首曲子本来是在G小调上 而拿破里和弦听起来确实这样 像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在这首曲子里面会让我们感觉到 他有一种到达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感觉 没要会说他们最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的画面 在抵达这个拿破里和弦之后 钢琴伴奏方面也非常的精妙 就如同我们之前的影片 讲格力青的纺车停止的时候一样 奔驰了一整曲的马提声 终于在这一刻停了下来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抵达目的地 让马停下来的画面 以及父亲小心翼翼的查看怀里的儿子 并发现了那个惊人的事实 儿子已经死亡了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精简 但却效果十足 最后讲到儿子的死亡 他只用了简单的两个和弦的宗旨式 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结束 干净利落 好不拖泥带水 震撼人心 却又不会过度煽情 我们最后再把它听一次 17岁 这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写的曲子 听完了苏伯特的版本之后 来聊聊我对这两部影片里面几个版本的一些想法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完全被苏伯特的版本给震撼到了 尤其是听过三个不同的版本之后 更能够体会为什么苏伯特的版本会是现在最有名的一个 热韦跟贝多芬的版本虽然都有各自有趣的地方 但是他们都没有像苏伯特一样会让我有一种 从头到尾每一个音都不能跟动的感觉 我们就分成几个层面来讨论吧 首先从最基本的技术层面来看我觉得苏伯特的音乐旋律性是最强的 气氛的营造也最成功 而且他的和声运用也最巧妙 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整首歌一直在不同的调上移动 会让你有一种音乐不断在往前推动的感觉 相较于传统的歌曲只会在简单的几个和声上变化 这可以说是苏伯特最大的一个创新吧 而在故事的几个很特别的时刻 苏伯特也很巧妙的用和声来勾勒出那个情节 另外苏伯特的音乐有很强的连贯性 虽然不同的角色是轮流出场 背景的气氛也常常有剧烈的改变 但我们总是会觉得每个段落听起来像是一气呵成的 乐剧听起来也比较长 这除了是因为旋律本身的歌唱性让音乐能够一直往前以外 伴奏的音型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这一点如果要细讲的话可以讨论非常多 或许之后可以另外做一支影片来完整讨论这件事情 顺带一提我觉得这样的连贯性跟莫扎特的音乐非常像 莫扎特的歌剧之所以能够这么精彩 就在于他总是有办法让好几个不同场景的音乐连贯起来 听起来像是无缝接轨的不断进展 不会让你觉得换了一个角色或换了一个场景 音乐就停顿了一下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方面的音乐直觉 舒伯特跟莫扎特真的是挺相似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贝多芬的版本 贝多芬的版本也有很有趣的地方 他也让不同的角色的对话以很有趣的方式连贯起来 而且最后叙述儿子死亡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贝多芬为什么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呢 是因为摆在一旁就忘了吗 还是最后觉得不够好所以就没有继续写下去呢 唯哦我不知道 但可以猜是他应该是没有把这部作品放在心上啦 相较起来我觉得乐伟的版本就有一些更明显的缺点 他的音乐比较不连贯旋律性比较弱 很多地方的和声近乎是完全停滞失去了前进感 比如说儿子在求救的这一段 以及魔王在勾引儿子的这一段 虽然我知道他是故意要营造那种很平静安详的感觉啦 但我个人觉得停滞感真的太重了 有种音乐到这里死掉了的感觉 让人很难想要期待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的结局也不是非常打动我 但说了这么多这部作品里也有我很喜欢的地方 比如说从儿子的第二次求救接到父亲的安慰的这个地方 他把儿子旋律的最后一个音 同音一名变成父亲旋律的第一个音 让这两个旋律有一个衔接 又可以让和声顺利的接到另外一个调区 如此就可以创造一种气氛转变但又不会转得很生硬 以上就是我对这三个版本的一些想法 当然这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我觉得真的尝试过创作的人才知道创作是多么的困难 我虽然对乐伟的版本有很多意见 但我自己也知道如果是要我来写的话 以我这么平庸的才能也不可能写得比他好 而且别忘了乐伟在当时也算是一流的作曲家 华格纳和胡贺Volfe都对他有非常高的评价 因此我不会说他是一个不好的作品 只会说既由听了这个不是那么经典的版本 让我更能够体会苏伯特的伟大之处了 那么你怎么想哪个版本是你最喜欢的呢 赶快在下面留下你的看法吧 上部影片里面有很多朋友留下来他对这两个版本的看法 我都有仔细看过了 大家都真的很有想法 很多留言区里面的东西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让我受益两多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 其实经过这次听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再来听苏伯特的版本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呃...明明就是一个很惊悚很恐怖的 儿子又死了的故事情节 为什么我听了会这么的感动又热泪盈眶呢 真的很奇怪对不对 这也让我思考一件事情 当我们被一个故事给感动时 到底比较常是被故事本身给感动呢 还是被说故事的方式给感动呢 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总之感谢你看完了这部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下一部影片的主题呢 呃...还没有确定 但是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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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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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卖了 没事就吃胚子 先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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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